經過各國檢查的訴求 在接種MNT疫苗醫療 會出現很接近的心肌炎和心胞膜炎的病例 而且這種病例主要發生在接種醫療的14天來 甚至有接種醫療的個案 會發生在接種醫療的第2到第4禮拜 因此有機密醫學中心的醫師提供 如果煮疫苗醫療出現困難的痛 胸口壓迫、心肌 也就是運動耐受不良 都應該要看醫生找出病院 打完這些BNT後有一些這種症狀 包括胸痛、胸悶或者是心肌 心肌不整這些症狀的話 就是還是建議到這個門診來做一些評估這樣子 那如果是比較有急性的問題 包括突然覺得胸口激烈疼痛或是呼吸喘 那頭暈甚至昏厥 那就是要到急診做一個詳細的評估 通常疫苗的話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落在兩週內 那少數、急少數的案例是在兩週到四週內 會有一些副作用產生這樣子 第一劑少數會有 那第二劑的這些會相對多一點 所以第二劑其實是要更密切觀察這樣子 既比醫學中心 離科醫師陳俊宇飆熙 在最近 後方六色時代第二點的BNT一廟 更是離科青少年的門診 但又有增加兩聲 不過因為副作用 大部分都是輕微到兩聲 目前通報不良的也只有三個病 台南新聞人跟蔡宏報道 你幫我壓著喔 你幫我壓著喔